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个小池子 我们实际上是用我们废水处理完以后的棕水 用来养鱼 这些是我们的瓶子了 回收以后可以打到一些塑料粒子 它其实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艺术品 这个是我们叫Q Garden 我们又叫秋园 所以我们把它打造的实际上是一个环保实践的地方 那现在你踩的这个地板 其实就是用我们的废旧的材料 做的一个可回收的一个塑料地板 那接下来我们希望把园区 所有需要铺一些地板的 我都希望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全面路的循环 所以这个也帮助我们大概减少了35吨的原生的塑料 首先我们是在两年前 我们已经实现了百分百的一个绿电 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做完了所有的固体废料的分类 以及零填埋 用水的话我们会做可循环 包含现在我们会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浇灌 其实都会通过废水一个可循环 环保很大的一块还是一个理念 那在我们这个园区里面 每天大概有2000多个人 是要从每一个人做起 那其实你在看到我们有一些房间 我们可以用它做的一些塑料花 这都是用我们的环保材料做的 然后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原材料运送的罐 包含做成凳子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非常小的一些行为 也把这种环保的理念能够真正的去到每一个员工 然后让他们把它带到自己的家里 带到自己的一个社区里面 我们是接下来正在申请绿色工厂 我们也希望接下来的一年能够突破 然后真正能够实现这个灵碳的目标 每一个企业能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环保的理念带给每一个人 这么好的 感谢观看